大家都听说过唐僧师徒被困火焰山的故事 这是西游记里的一个片段 在现实生活中 前几天也有一个被困在火焰山的人 怎么回事呢 咱们赶紧去看一下 10月19号14时57分 吐鲁藩消防支队接到报警称 有一名男子被困悬崖 情况十分的危险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被困人员在火焰山悬崖的缝隙内 离地面约30米 而且男子已经被困一天一夜 无任何食物补充 且言语表达不情 多次救援无果之后 消防人员根据现场情况 联系了当地的施工队伍 由建筑工人利用悬崖之间缝隙 将搭设脚手架至30米山腰处 通过努力脚手架终于搭建完成 随后一名攻坚队员攀爬至被困地点 并为其送去水和食物 到达事故地点后 利用救援扁带和救援绳 将被困人员调至脚手架 保护其安全攀爬至地面 至此 该男子在悬崖被困两天一夜后 成功脱险 经过医护人员对被困人员进行检查 确认被困男子除擦伤之外 一切平安